例題是9 他說在外胎空有雙芯啦 A跟B啦 A跟B啦 照期共同執心做整數力嚴重運動 然後他的那個質量比 質量比是2比1啦 好,讓我們知道的話呢 因為這質點到達直線的距離跟質量乘環比 所以直線在這裡 然後呢,這個 直點到達直線的距離跟質量乘環比 所以這距離是1比2 這R 是等於1比2 那麼直線不會動 所以的話這兩個星球是繞著直線做圓縮運動 他繞著直線做圓縮運動 他也是繞著直線做圓縮運動 好,現在我們看看這個 他說 所以A跟B相對共同執心的周期比多少 那周期會一樣,為什麼 因為這相關位置是固定的 他繞一圈的話,他也是跟著繞一圈 對吧 那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怎麼求 他要求他的那個周期比 好,那周期比當然是1比1 李曉迪,周期比當然是1比1 周期裡面 PA比上PB 這等於1比1 周期比當然是1比1 那向心力比呢 向心力比也是1比1 為什麼 因為他的向心力是他提供的 他提供給他的向心力的話 就是B對A的作用力 那麼他的向心力 他的向心力就是他繞著這個指點轉的那個作用力 是他提供的 對吧 但是他給他的作用力跟他給他作用力是一樣 因為作用力能環作用力 所以他向心力的話也是1比1 這個B 向心力就是說 這是B給A的作用力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A 那個A受到的向心力 B給A的作用力 B提供A的向心力 因為B如果沒有拉到他的話 他會走直線 那因為B拉到他所以他會轉彎 那轉彎剛好是做嚴重運動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A所做到的向心力 對不對 然後呢 A給B的作用力 因為如果A沒有拉到他的話 他會做直線運動 那因為A拉到他所以他轉彎 那轉彎做嚴重運動 對不對 這個是A對B的作用力 A對B提供向心力 這個是B的那個向心力 這樣沒有問題吧 但是呢 B對A的作用力 等於A對B的作用力 所以我都知道 A所受到的向心力 會等於B所受到的向心力 沒有問題吧 C是中心 C是中心 C的話是centrum 就是說 向心力 就是那個centrum 就是那個centrum 中心 就是 那個向心嘛 就是 反正是C就對了 那個向心是中心的 然後向心的不應該怎麼念 反正有個心嘛 有個心的話就會有C 就會有C 對不對 有個心就一定會有C嘛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BC 動量大小比 動量大小比的話呢 大概是1比1啦 為什麼 因為總動量等於0 總動量就有執行動量 那執行不會動啊 所以他的動量跟他的動量一樣 C的話 總動量就PA 像是PA的話 是什麼的話 PA加上PB 事實上是等於0 對不對 他往這邊嘛 他往這邊嘛 這兩個動量核是等於執行動量 執行不會動 是不是 鄧老師有問你 他們不是都順時鐘啊 如果賺你這樣賺 對啊 是這樣賺啊 這樣賺啊 他等於0的話 不是要一個順時鐘 一個逆時鐘啊 不是啦 這是講動量啦 這個動量嘛 動量的話 他的動量不就是MA嗎 VA嗎 他是往上嘛 他這動量的話是MV VV嘛 這往下嘛 這兩個是抵消的啊 是吧 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是等於執行動量 他那個執行不會動啊 是不是 沒有問題吧 好 那所有我都知道的話呢 這個V的大小 會等於 那個 A的大小是等於V的大小 所以是1比1 這樣有問題 所以C是錯的啦 這樣我們看來D 角動量的大小比 角動量 角動量的話 L等於多少呢 L我們前面知道嘛 L是定義成R closeP嘛 對吧 是不是 好 那我們看呢 這兩個的角動量呢 的方向就一樣了啦 剛剛的話 這兩個動量是方向相反嘛 那現在我們看哦 這兩個角動量會一樣 這個 R的方向是往這邊嘛 就R closeP嘛 所以他是這樣轉的 那這也是啊 R closeP 他也是這樣轉的嘛 所以這兩個角動量方向是一樣的 然後他的大小是多少呢 這個LA LA的大小的話是LA 這個是RA嘛 他乘以PA 本來應該他會乘以390度嘛 因為R的方向跟B的夾角是 夾90度嘛 應該乘以390度啦 對吧 那因為90度就等於那個嘛 那LV呢 就等於RV RV這一點嘛 RV的話呢 乘以後算是PV啦 但是PV跟PS一樣的嘛 所以呢 LA 比上LV 這等於RA 比上RV啦 這個等於1比2 1比2 這樣有問題 假定要大標比是1比2 所以的話D是對的啦 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那轉動觀量你就不要理他啦 轉動觀量的話是這個 轉動觀量I的話 你知道齁 是等於多少呢 這樣子 這MI Ri 乘以後 轉動觀量呢 是這個樣子 那因為他說是兩者嘛 所以你就分開啦 分開就是IA 這等於MA RA的乒乓 那IV的話呢 就是MV RV的乒乓 反正在第八章才會講啦 所以這一題你就不要理他 所以IA呢 比上IV IA比上IV的話 A比B A比B是2比1嘛 對不對 2嘛 A比是2嘛 RA的話是1 1的平衡 以上呢 MV是1嘛 那乘以RV RV的話是2的平衡嘛 所以 老公那 那個是轉動的公式 轉動觀量 轉動觀量的公式 沒有 對啊 那這個是質量嘛 轉動觀量的公式 這個第八章才會講 那這2比4嘛 就1比2啦 這樣子 所以1也是對的啦 不過1你不要理他 1的話呢 你就不要理他